挑衅中国扮演东海主人 日本打造1400公里非毒链 不惜重型搞战级倒别镜 每日升级管导坚实链 海上兵力强化攻击 日本区域拒止能否得逞 军情急报重点关注 欢迎进入军情急报 日本防卫省近日提出 由于目前解放军海军 在东海方向的军事演习太过频繁 日本国土面积小纵深浅 因此自卫队必须效仿中国 打造区域拒止战略 才能有效防止解放军的单刀渗入 而为了实施这一战略 日本方面已经开始有规划的 设计反舰导弹包围圈 打造实施舰队 以及组建3000人的两栖夺岛部队 那么日本版的区域拒止战略 到底能对解放军三大舰队 构成多大的威胁呢 我们今天的军情急报 就先从日本建设 针对中国的1400公里包围圈说起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今日报道 日本正沿着散步于 日本诸岛至台湾岛之间 1400公里的200座岛屿 串成一条由反舰防空导弹 组成的防御战线 目标是在实战中 能够一举击溃中国海军 此外 在情报书记方面 日本防卫省计划 在2018年年底前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 将以冲绳为据点 部署最新的水下声波监听系统 该系统覆盖日本西南诸岛 太平洋一侧的大范围海域 可以探测到从东海 环海进入太平洋的中国潜艇 加上美军先后 在日本东北部的青森 和中部的京都府部署的 两套陆级X波段雷达 美日第一岛链 已经完全升级为一条 反导监视链条 军事专家良方 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 日本打造这条围堵链 对阻止中国前出岛链 赴云海产生一定效能 日本自博队希望通过这种军事部署 能牵制中国很大部分军事力量 消耗中国的人力和物力 而为了消除日本反舰导弹威胁 中国需要在这条封锁线上打开一个将近1000公里宽的缺口 为此中国需要动用空军以及大量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发动攻击 这必然将加速中国军队有限的弹药储备 飞机和飞行员的消耗 从日本方面来讲 构建这样的包围权 日本这些举动的意图非常明显 一方面是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帮助美国在该地区遏制中国 日本甘愿在亚太地区充当美国的马前卒 利用反舰和防空导弹来打造日本版的区域拒止战略 想要打造日本的区域拒止战略 仅仅依靠暗机部署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是远远不够的 而为实施这一战略 在海军力量方面 日本方面也正在积极筹划 我们来看一下情报分析 今日世界舰船杂志看本称 日本防卫省赫海自试图开发新88舰队 不再遵循日本传统的反潜第一扫雷第二 反舰第三的设计思想 而是将防空和进攻作为主要目的 日本海上自卫队88舰队 主要根据反潜护航的作战使命 突出反潜作战兵力的配置 由8艘驱逐舰和8艘舰载直升机构成88舰队 它包括一艘直升机驱逐舰 两艘防空型驱逐舰 五艘同用型驱逐舰 而近日随着日本新型秋月级驱逐舰下水 日本88舰队也在向实时舰队转变 所谓的实时舰队 是指由10艘驱逐舰和10架舰载直升机 组成的一个海空协同集群 此外 按照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驱逐舰的反潜作战能力 依据最佳消费比使用兵力原则 如果说88舰队 10版海上自卫队满足海上舰艇反潜作战需要的基本编程 那么实时舰队就是舰艇反潜作战的最佳编程 如果说最有效的直升机反潜编组 是三架直升机轮番作业的话 那么新的16DDH和22DDH直升机母舰 本身就能够组建至少三个编组 再加上原有的舰队的三个编组 那么其反潜实力可想而知 而且在由美国日本多国参加的环太平洋演习中 日本实时舰队近年来就多次 以熟练的舰机协同战术动作 准确漂亮的捕捉和击沉了 企图接近或正在逃窜的美国核潜艇 使接近他们的潜艇几乎为零 这充分验证了日本实时舰队强大的反潜作战实力 此外有分析指出 日本打造如此强大的近远海兼备的战队 未来在东海区域对中国来说 可能是一场难以逃避的战争 十艘驱逐舰 十架舰载直升机 这就是日本新提出的实时舰队 那么这种新的组合 与之前的88舰队相比 又增加了哪些无法比拟的功能呢 现在我们就这个问题来马上连线一下 军事评论员齐乐毅 来听听他的分析和解读 这十艘舰多哪两艘呢 一艘就是AGS 就是所谓的神盾舰这个系统 另外一个就是春雨 神盾舰一加进来的话 那当然不得了 神盾舰是干什么 是整个编队的眼睛 整个的这个艰针的 这个主要的这种设备在他身上 他可以为整个舰队的出航 提供一个防空上的保障 加上春雨都用他的驱逐舰 上面的所有的这种乳机装备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防空的能力大幅的增强 比原来88舰队要强 大概两到三倍 就是他的垂直发射的这种能量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舰队 可以从近海往外推 至少一千海里之外 从近海推向了中远洋的 一个这种海上的武力 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 堪称可以说是现在当今世界 飞航母的海上编队最强 除了提出要组建实施舰队 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呢 东京一直向外界宣称 日本要仿制美国海军陆战队 建立一支两栖部队 而近日日本防卫大臣 终于向世人披露了 这支陆战队的真面目 那么日本急于打造 两栖夺岛部队 又是为了夺取哪些岛屿呢 这支两栖夺岛部队 又能为日本反拒止 区域战略注入哪些些的血液呢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 今日亲自公布 这支两栖夺岛部队的详细情况 萧野称 日本政府预定在2018年 完成这支两栖部队的编制 总人数约为2000至3000人 下下三个连队 在指挥机构上 防卫省还将行设 陆上总队司令官的职务 在岛屿受攻击时 担任自卫队陆海空三军的总指挥 借此整合各地自卫队 而美国防卫新闻周开网站的报道 则披露 这支部队 可能以包括冲绳在内的 西南诸岛为基地 并配备两栖车辆和云衣运输机 为加速组建这支部队 日本希望增加与美军的 联合军事演习 不过 针对日本组建两栖夺岛部队 外界纷纷表示 美军在日本军事基地 已经派驻了大量的海军陆战队队员 为何日本还急于打造 两栖夺岛部队呢 日本防卫大臣则表示 作为解放军 区域拒止战略的重要一步棋 中国导弹部队 对第一导链的美国驻军 构成了重大威胁 目前驻扎在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正在迁往关岛 美军的这一撤离 也让冲绳成为了一座空虚的基地 日本防卫大臣表示 我们国家拥有很多遥远的岛屿 这些大小不一的岛屿 为我们拥有世界第六大专属经济局 奠定了基础 未来为这些岛屿提供防御非常重要 而日本必须拥有自己的两栖陆战队 才能在东海方向实现自己的拒止战略 中国快速提升的军事力量 不仅遏制了华盛顿岛链封锁的谋划 似乎也让东京开始坐立不安了 组建实施舰队 打造两栖夺岛部队来挑衅中国 日本在为扮演东海主人的角色 再次打入了一记强心针 那么这支强心针 它能够帮助日本实现霸业吗 军事专家表示 虽然日本借助美国这一后台的强力支撑 在某些方面确实是优于中国 但是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实力来看 日本与中国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仅就军事实力而言 日本与中国相比并不具备绝对优势 日本想通过岛链封锁 来打造日本版的区域巨址战略 是否能够达成其目的 还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此外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 中外媒体在谈到中国海军装备 更新速度的时候 无一例外都会用到一个词 紧喷 从最新济的国产大区 052D导弹驱逐舰 到皮量下水的056型 7型护卫舰 从首富南海训练的 辽宁舰航母编队 再到中国三大舰队 远赴太平洋 进行士兵对抗演练 很多外媒都认为 中国的蓝水海军呼之欲出 而建设一支强大的蓝水海军 正是为了实现 18大描绘的宏伟蓝图 建设海洋强国 2015年末 歼15的正式挂弹训练 预示着中国第一艘航母 战斗军战斗能力 已经正式宣告成立 而第二艘航母 建造图片的曝光 也标志着 中国蓝水海军的建设 只在咫尺之间 此外 与海军速度更新相比 中国海军日益密集的 远海巡航和训练 战略意图更加明显 2015年 中国海军多次组织三大舰队 轮返进入西太平洋 期间 中国海军派出了 七艘水面舰船 三架舰载直升机 和一个特战分队组成的编队 甘赴俄罗斯的彼得大帝馆 参加中俄联合演练 这是中国海军一次性 向国外派出兵力最多的 中外联合演习 中国海军 已经向远海式战话 迈出了第一步 进入新时期 中国海洋强国梦 占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共十八大首次 将建设海洋强国 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高度 宣誓 中国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 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可以预期 未来在中国的海洋上的维护力度 将不断加大 与此同时 日本进入南海 2016年 中日关系静和博弈同步深化 中日综合力量对比 进一步拉开 而安倍政府 要恢复强大日本的势头 也将有增无减 中日关系的战略张力 博弈烈度 有增无减 能否有效管控分歧 深化